现在我宣布 华泰集团的西游 由段天朗暂时担任 我为什么选择段天朗 是因为我看到了他的能力 我段一华做人的原则是 不是任人为亲 而是任人为闲 如果段天朗 还是像在郑泰酒店时那样 那我很快就会裁掉他 而且他也只是暂时担任 一旦他不能得到在座各位的认可 或者在座的各位董事 有更合适的人选 他马上就会离开自己的岗位 华泰百货公司 暂时由居姗姗小姐负责 她是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 我看上了她的潜力 另外呢 郑泰酒店总经理一职 现在没有合适人选 还是由段天朗来带着 蓝带治疗情香水 是我引进郑泰的 我相信这款香水 一定会给郑泰集团 带来极大的效力 蓝带公司的总代表 菲昂娜小姐 我想在座的各位 对她并不陌生 她就是长期与我们酒店合作 送花的沐清玲小姐 希望在座的各位 和有关部门 都要大力支持她的工作 新的集团一定要有新的气象 我为什么把这些重要岗位 都安排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因为在他们身上 有朝气 有血气 有勇气 我相信他们 一定会给我们的集团 带来美好的明天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的职务都是暂时的 你不要以为 你们是某家的公子 某家的小姐 你们就可以在父亲的这棵 大树下乘粮 高枕无忧了 那些财富并不是你们的 要想得到的话 就靠自己去努力 靠自己去奋斗 我会向社会招纳闲财 如果你们想保住 自己的饭碗的话 就应该去努力 如果不努力的话 其他一流酒店管理集团 就会取代你们 好了 今天的会议 到此结束 好 段总出来了 段总 我说两句吧 我明白你伯父的用心了 伯父可真行 为了对付居士平 居然折服这么久 如果居士平不是太弹心了 你伯父也不会找到机会 爸 肥阳娜确实就是清灵 我不会看错的 清灵算是回来了 可苏南呢 他在哪里 给了你新的办公室 为什么不用啊 最后原来那间办公室 我心里才会踏实 有一种找回正太的感觉 你跟伯父说过 正太已经成为了历史 山海无边了 通过这件事 你也取得了不少的经验 我希望你能给咱们新的集团 带来新的气象 您有这一步计划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害我担心了这么久 这件事 要是我一开始 就把它告诉了你 你就没法体会 人生的大起大落了吧 深深 你是来找我的吗 不 我是来找董事长的 找我有事吗 我就是想问问 为什么让我负责商场的部分 商场是正太 以前正太的主营业务之一 为什么让我负责 以前正太的部分 你爸爸不一直希望 你在卖场吗 怎么 不想干 我就是想知道 您没把我踢出局的原因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董事长的段数太高 我怕我 小丫头 你尽管放心好了 叔叔不会利用你 我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你爸爸看到 我的诚意 我告诉你 我们做生意 是为了赚钱 而不是为了打仗 那我替我父亲谢谢你 不用了 小丫头 我跟你们俩说 兰黛集团的产品 是我们公司的重中之重 你们两个 一定要配合好 兰黛公司的香水销售 怎么 有一位 兰黛公司 有我的股份 我在自己的卖场 推销自己的产品 不过分吧 知道了 好好配合 他才是真正的老奸巨华 现在 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 我都觉得是别有用心 你可以拒绝 向他提出 辞去卖场经理的职位 你 舍不得吧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段依华 居然暗算我 爸 百富和立能 你不是考察过很多次了吗 怎么会不知道段依华 是这两家公司的大股东呢 我在股东权益的名单里 根本就没有看到段依华的名字 从这次的情况来看 段依华一开始就掌握了全局 否则他有什么动静 我们一定会知道的 爸 你不觉得这有问题吗 这当然有问题了 这件事情 是我通过陈律师和戴律师 全权处理的 难道是陈春华 立能那边 是我通过百富才联系上的 一定是陈春华 看来陈春华和段依华 是一伙的 不过爸 你也别难过 虽然这次咱们没成功 但是 我们山城也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 您还是第二大股东 咱们还是有机会 搬到段依华的 老子是咽不下这口气 怎么样 打不通 陈春华不接电话 一定是有机会 我一定是心里有鬼 爸 一定是陈春华拉你入局的 董事长好 没礼貌 为什么不叫人 陈律师可是你们的长辈 是 惨愧 惨愧 要不是您帮忙 我们也不会这么快 就搬到居士坪和丁海 政派也会异出 还是要谢谢你 陈叔叔 天狼 血情 来 我谢谢你们 可原谅我 可是 我没有脸再见 傅董了 好了 那坐下吧 陈律师 郑华中风的事 你不必接应 是我的责任 是 你及时汇报 丁海贿赂你的事 我才断定出了 郑士坪想借丁海之手 毁掉政派的阴谋 过脚了 所以提早做出部署 这才挽救了政派 这是华太国际的聘用合同 好 陈叔叔 你愿意来帮我吗 就像帮我父亲一样 好 谢谢 谢谢 陈律师 你可是我们政派的好朋友啊 华太国际需要你的帮助 对不起 陈律师 你们又上新产品了 那我先去忙了 飞奥娜 拒经理来了 沐青林 好久不见了 我更喜欢你叫我肥安娜 至少那个时候你比较谦逊 我很满意 你 清凌 你别忘了 咱们俩可是好姐妹呢 你飞上枝头了 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呢 你把我当成过姐妹吗 我很忙 我要去工作 等等 你们这是又要上新产品了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去的 而且段奕华还对你鼎力相助 你跟那个老头子该不会 你住口 君善善你少血口喷人 蓝带假香水的事件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我知道是你故意找小棠做了手脚 你才血口喷人吧 董女士已经向媒体解释过了 这一切只是个误会 我手上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证明是你主使 看在以前老交情的份上 我就放你一马 如果你再敢惹我 我一定把你告上法庭 这是我最后一次人 你忍我 沐清凌 你还没恢复记忆吧 好像是你一步一步地在逼我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失去天狼 也不会失去爱情 你要是再敢得寸进尺的话 我绝对不会饶你 居小姐 是你失忆了吧 就算你曾经得到过天狼 你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爱情 好可怜 你 你先去吧 我来 珊珊 金厂长 好久不见了 真有点经理拍头了 您有夸悟 对了 他们蓝带好像上新的香水了 我带您过去看看 好啊 金厂长 您来了 金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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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们俩之前合作过 是老熟人了 那你们先聊 我看看你新的香水 好 最近还好吗 挺好的 新产品刚刚上市 来 童叔叔 雪芹姐 好久不见了 珊珊 好 好久不见 顿叔叔 其实我早就想去看你 替我爸道歉 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真没想到咱们之间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挺好的吧 珊珊 看起来你做得不错呀 我知道你们不是来看我的 都是因为他吧 我可真羡慕他 可以得到每个人的关心 爸 雪芹 天冷 剧经理 怎么样 感觉 爸 送完福建了 正好 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苍蝇炖饭呢 当然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们是家庭聚会 外人就不适合参加了吧 你去问问清灵 什么时候忙完 好 靳厂长 靳厂长 你怎么了 靳厂长 来人呢 靳厂长 快来人呢 靳厂长 靳厂长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办 我不知道 靳厂长 醒醒 快 收散人群 保持空气流通 好 我知道 不好意思啊 让一下 怎么样 没事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回去了 靳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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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走 刚才经厂长还好好的 怎么闻了瓶香水就这样了 是不是你们产品有问题啊 靳小姐 请你说话注意言辞 作为卖场的负责人 我有权利替消费者提出质疑 靳厂长 如果这次事件被我查出来 像上次一样 是有人在背后捣鬼的话 我会对那个人不客气 沐清灵 尽快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靳厂长 靳厂长 我们来看您了 还好您没事 我们都担心死了 别担心 医生说我已经没事了 靳厂长 医生说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医生说 应该是刺激性的气味导致的 这件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 董事长 您找我 血腥界也在 好久不见 好了好了 我找你们两个过来 可不是让你们叙旧的 杉杉 我决定 把你调到华泰电子公司去工作 董事长 华泰电子公司 以前是山城的主营业务 你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我想你爸知道了以后 也一定会高兴的 可是我对卖场的工作更感兴趣 你对卖场厨师更感兴趣 我 我懂了 董事长是想让我把位置让出来 给段雪晴做吧 我 我懂了 我确实是有这个打算 只是雪晴 现在很没有答复 弄不好 你的位置 将来有可能让别人来做 堂堂的段奕华也不过如此 小家子气 这丫头 雪晴 我知道 你从二十岁开始 就在酒店工作 我也知道 你对酒店有很深的感情 但是呢 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 酒店的工作并不适合你 嗯 我明白 你爸爸的病怎么样了 好多了 只是身边还需要人照顾 你要多费点心 照顾好你爸爸 另外 你跟丁海的情况怎么样了 你有什么打算 我已经死心了 我们 不可能在一起了 伯父 等过段时间 我就去找他 把离婚手续给办了 情感的事情 要慎重考虑 啊 知道了 去吧 嗯 珊珊 你在等我 是你还是沐清明 什么 沐清明回来了 该不会你们两个联手了吧 珊珊 清明她是我妹妹 哼 真是个笑话 当初恨清明入骨的人 可是你 珊珊 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我们都应该长大 该懂事了 现在不是煽情的时候 那我就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但是但是她不听她 到底是实在背后搞的鬼 段于华没有理由 突然敢我走 理由她已经说得很充分了 那只是她的推测 然後我先把他們撞回去 放手吧 你住口 我不會平白無故的 替你們擺布 遲早有一天 我會讓你們一個個後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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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你知道 人不摔跟头 他不知道疼 多管闲事 这可不是什么闲事 我跟你说 清零向我提出要回美国 为什么 可能 是不是 他想避开天狼 那天狼怎么办 我觉得清零这么做也好 清零 你怎么来了 找个时间跟我单独聊聊吧 我想我们没什么可聊的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姐妹聊天了 来收拾东西啊 且卖场经历 你 段学琴 你可千万不要得意得太早 我以前的脾气你也知道 赶紧走人 别招惹我家人 我可不想在这儿待着 不过临走之前我好心提醒你 穆清零 你可能回不了美国了 至于什么时候能回去 那可就说不准了 又搞什么鬼 我可没搞什么鬼 金厂长 把你和蓝带集团告上了法庭 你们 就等着收船票吧 我们好久没见了 我请你喝杯咖啡吧 我没时间 你没空 可我有空 我要一直站在这儿 你哪儿都去不了 是 你怎么不喝啊 我可没有买通谁在咖啡里下药 你什么意思 有话就直说 别在这儿指桑骂怀 我就是随便说说 别这种反应 珊珊 你不会真的做了什么 亏心事吧 如果你没什么要说的 那我先走了 你是个闲人 金厂长起诉的事情 是你搞的鬼吧 别否认 我听见你在电梯那儿 和金厂长说的话了 你再故意整清零 那时候 我可是卖场的负责人 我这么做 是为了给沐清零和兰黛擦屁股 你可别不食好人心 我知道 你跟清零过去积怨太深 可是珊珊 你知道吗 把太多负能量的东西放在心里 最后受累的只有你自己 你是来给沐清零当说客的 其实换个角度想想 在过去的时间里 清零何尝不是受尽委屈 段雪晴 我不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 你会洗尽千华 变得如此地善解人意 看来我得重新地去判断你了 比起以前 你现在完全是两个人了 现在我们说的是你和清零 还是先说说你和清零吧 以前你和清零可是死对的 现在怎么突然上演一起 姐妹秦深的戏码 你到底有什么用意啊 众叛清零 家人四散 这样的日子 我真的受够 少在这儿跟我装可怜 真正可怜的人应该是我吧 所以你更应该珍惜 珊珊 我们好不容易才恢复到以前的日子 以前的日子 以前的日子没有我吗 以前我是天党的老婆 在你们段家人的眼里 从来没有把我去珊珊当过一家人吧 珊珊 你不要钻牛角尖了 我说这些话真的是为了你好 谢谢你的好 不过 我不接受 好吧 既然这样 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说话 现在沐清明 她是我的妹妹 如果谁敢对我的家人不管 那么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 段天老说不会放过我 你也说不会放过我 为了一个木亲灵 邪哥哥站在我身边的人都抛弃我 段雪请你听着 我一定会坚持走到最后 咱们就来看看 到底是谁输谁赢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啊 今天我没事 一直到下班 我都可以在这里 都四天了 你们集团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了吗 您要是有事 您可以去忙 我这里忙完我自己会走 月门呢我也会帮 清灵 你怎么才来啊 我不欢迎她 对不起 金厂长 我知道我不管怎么做 都无法弥补我对您的伤害 我只是想表达我的诚意 清灵 就算以前我们是合作者 但这一次你害我差点没了性命 我不会撤诉 你别白费力气了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让金厂长撤诉 不然的话 对蓝黛对正太都是一种损失 我一定让她原谅我 所以呢 我们俩继续偷其所好 帮助她打理她最心爱的花园 正所谓京城所致 今始未开马 加油 其实 你不需要陪我做这些的 你别忘了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也是正太和蓝黛的事 我也要负责任的 来吧 珊珊哪 天老和清灵来的 泰在我家根本没有走的意思 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当然会一直缠着你了 金厂长 你可千万不能心软 你想 蓝黛香水可是差点害得 您连命都丢了呢 如果他们不肯走的话 你就想想办法为难一下他们 看看他们有多大能耐 难题 好 我听你的 金厂长 金厂长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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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金厂长 这蝴蝶兰怎么都念成这样啊 我也不知道 这都凋谢了 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可以试试 好吧 那你就试试吧 我会尽力的 金厉 可以吗 试试吧 小尊 享受 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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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了 别管我 走开 丁海 你像个男人好不好 能不能不这样 你认识来看我笑话了吧 笑吧 笑吧 现在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 我现在又变成 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丁海了 钱没了 家没了 老婆也没了 职位没了 连工作都是暂时的 要不然到立谦来吧 莉莉现在把立谦做得很好 如果你愿意 这个职位永远给你留着 我的位置在郑泰 我是郑泰酒店的总经理 你 听到没有 能不能清醒你 已经没有郑泰了 没有你这个所谓的什么总经理 你闹够了没有 这次连军事瓶都输了 到现在你还看不清楚 这种游戏 你 我这种没钱的人玩得起吗 玩不起 这次连军事瓶都输了 这次连军事瓶都输了 到现在你还看不清楚 到现在你还看不清楚 这种游戏 你 我这种没钱的人玩得起吗 你 我这种没钱的人玩得起吗 有这种事吗 我不认输 绝不 你真这么做了 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请问是丁海家吗 丁海 不住这里了 你打他手机吧 我打过他手机了 但是联系不上他 麻烦你转告他 他妈妈被送到城里的医院急救 叫他马上赶去医院 他妈妈 我们乡下的水瓶不行 看不了他的病 还是让阿海带着他妈 到城里看病吧 对了 邱莉在海州人民医院 好 邱莉 这个名字在哪儿听过的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您好 ゆ Uma 你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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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腰啊 你就给我五千块钱 原来是个胖瓷了 就是 来了 有过节啊 不过出去 滚哪 刚刚把口水碰到我面包上了 绝青 你干什么呢 你报警 你别打 你别打 医生 你好 你好 刚刚进去的病人 是叫任秋莉吗 你是任秋莉的家属吧 她现在的病情非常不乐观 已经发展到脑癌晚期了 脑癌晚期 是的 应该撑不过一个月了 什么 最后的日子里患者会非常痛苦的 你们亲属应该多在她身边支持鼓励她 老人家有什么心愿尽量满足她吧 对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联系我 来 老板 包子 吃一个 有病啊 吃饭了 带回去 我来洗 为了亲亲 连母亲都放弃不过 丁海 作孽 喝吧 喝吧 多喝点水 我真的没有想到 您是丁海的妈妈 对不起 骗了你们一家人 对不起 没事 你别多想了 都交给我吧 医生 您好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想帮任丘丽办出院手续 太好了 那你跟我到前台一起办理一下登记吧 好 雪晴 是你帮我办的住院手续吧 这房间得花多少钱啊 赚钱不容易 别花在我身上 没多少钱 是我们骗了你们一家人 要不是第一次见你 我心存不良 我也不会闹出这么多的事 我对不起你 既然都是误会 就别想了 我给丁海打个电话 别 千万别打电话 你坐 为什么呀 您都病成这样了 我不想耽误他的事 来看看您 当不了什么大事 雪晴 我可以叫您雪晴吗 当然 你会跟阿海离婚吗 我知道 阿海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他骗你们家人 说我们都在国外 其实没那么回事 他父亲早逝 我们孤儿寡母 一直过得很不容易 但是阿海是个孝顺的孩子 他为了不让我失望 所以他渐渐不择手段 雪晴 是我把他害成这个样子 都是我逼他出人头地 其实我害了他呀 阿玥 您别激动 这事不怪你 不管怎么样 他是您唯一的儿子 您病成这样 应该让他知道 不 雪晴 我想求你 一定不要告诉他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明天就想回老家去 你向我保证 一定不要告诉他 也许 这就是当父母的心情吧 这两年 我家里也出了不少事 在照顾我爸爸的日子里 我也明白了很多以前我不懂的东西 人生 最重要的就是亲情了吧 让丁海来看您吧 不管怎么样 给他留一个回忆也好啊 不不不 我不要 会看的 我想跟阿海吃顿饭 我不想我现在这个模样 永远折磨着我的儿子 雪晴 行 我答应你 我不告诉他 我替你保密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 不准偷偷出院 也不准一个人出去 让我待在您身边 照顾您 谢谢 谢谢您 雪晴 清零 我已经换过土 也都已经固定好了 下面你只需要洒水施肥就可以了 真不错 还有 这个是养蝴蝶兰的一些注意事项 您如果还不懂的话 就照这个上面做就可以了 这么多 都是你昨天熬夜写的 难得可以遇到 跟我一样爱花的人 清零 如果你也能好好地跟天朗 开成不公的谈话 该多好 对了 这个是我给您 做的一个花园的社交 您看看合不合理 真不错 确实比现在的分布合理多了 那好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我就去调整了 好 进去呢 天朗 那天您闻过的试用装 我去检查过了 原包装上 有不属于原香氛的兴奋剂材料 这跟平内的原香氛 完全没有关系 兴奋剂 是 监控我也检查过了 但是那个人 避开了摄像头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当然 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 责任不可推卸 我来是想说 金厂长 您看 您跟清零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她的为人您应该很清楚 我想恳请您再给她一次机会 因为您的诉讼 很可能会断送她的香水生涯 把你的担心告诉清零不是更好 那您不用送了 我们走了 好 我差点忘了 这个香水是特地为您调制的 有收缓安神的作用 是专门为我一个人调配的香水 仅此一个 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 继续找我 确实比玫瑰香舒畅多了 与其说 我感受到你对我的诚意 不如说是你对花和香的诚意 清零 其实我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要告你 金厂长 您这话什么意思 天狼 你是集团的执行官 什么人对集团心怀不轨 你应该提前预判 有所防范 清零 你是调香师 给客人闻香之前 你应该先确认香水有没有问题 我搞这一出 这是给你们两个上一课 都回去吧 明天不用来了 烦都烦死了 走走走走 走吧 金厂长 那我们走了 那我们走了 好 你说 金厂长绕这么大圈子 为什么 他话里的意思 应该是集团内部 有人在捣鬼 雪晴说 金厂长的事跟居山山有关 我会去找证据 然后再张局 让金厂长作证 我看这次居山山 她还怎么狡辩 想起我和山山以前 是最谈得来的朋友 她真的是 我不可或缺的姐妹 见证了我整个青少年的成长 我们有太多的共同回忆 秦良 你若是再一味的姑息 那就是养护为患 知道吗 我小的时候就听她说 她有多喜欢你 长大一定要嫁给你 对她来说 我就是个背叛者 我特别理解 被最相信的人背叛的感觉 所以我理解她 就当是还债吧 你这么想有什么用啊 她不会知道也不会相信 只会对你 继续这种 无休止的恶意报复 还是将心比心吧 走吧 爸 你怎么才回来 去哪儿了 你喝多了 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段一华棋高一筹 我服了 爸 你什么意思 你要对段一华举白棋 我仔细想过 我所走的每一步都分毫不差 可我的分毫不差 可我的分毫不差 都在段一华的棋盘上 我说得心服口服 爸 你不是一直教导我说 人生没有永远的赢家吗 说你能不能抢家可能 我认识 那 我认识 你怎么说 事实的 不难 您必须 他 你从小伙伴 你怎么回事 怎么一下 你什么 很重要 我 大人 你 我 我 我 万平 她还是风风电电的 谁都不认识 一个风光一辈子的女人 最后 最后是这么的妻子 你说她值吗 她值吗 爸 您别难过 她是她 你是你啊 等我看到的 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事都想放手 多不容易 你知道呢 我今天想找一个 跟我一起喝酒的朋友 都没有啊 我这一辈子算白过了 我这一辈子算白过了 爸 不难过啊 下次喝酒 你找我 我陪你喝啊 爸 这么晚了谁会来 她是我的客人 她是我的客人 她怎么来了 都一样 她是来找我的 她下顿 震震 你去回房休息 我跟天狼有事手 走 你的 这可是勒索你的那 百分之五的正态股份 现在还给你 你喝酒了 我要不喝酒 你以为 局势平是那么轻易认输的吗 我一辈子都在经上 我就算认输 我也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这个事情算是了结了 我最近在处理一些 手头的工作 等我处理完了 我就退下来 把山城交给珊珊来打理 在我不在的时候 你不能把山城和珊珊 置于死地 你答应我 答应我 还在想孩子们的事啊 经历了那么多 我想他们也应该接受教训 也会有所改变吧 我 段总 别来无恙啊 珊珊 你也来逛商场啊 段总 别以为你赢了 你年纪这么大 撑不了多久了吧 我还年轻 可以慢慢等 你迟早不都得把主权交出来吗 珊珊 你说得对呀 我是老了 但是我告诉你 尽管我在老 这个权力也不会落在你手里 从你身上我可是学到很多 受益匪浅 要不咱们走着瞧 你呀 应该多学点好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吧 对了 还得麻烦您帮我转告 段天朗和穆清凌 下次再也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看来他还没有学乖啊 这些孩子 得让他们多帅一些跟头 他们才知道疼 走 阿姨 你怎么来了 清凌啊 我来找你 找我啊 我问过雪芹 她说你在这儿 阿姨 你的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清凌啊 你现在有时间吗 喝点水 清凌啊 来 吃菜 你吃吧 阿姨 不用了 清凌 以前啊 总嫌这里太贵了 咱都不敢进来 阿姨 今天多吃点 我请客 不 我请 我一定请 你做我儿媳妇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为你做过 还一直欺负你 你不但不记仇 还一直孝顺我 我仔细想一想 跟你在一起的生活 我是最享福的 那个时候啊 不懂珍惜 我不懂什么叫做 真正的幸福 阿姨 突然说这些干什么呀 阿海啊 是我把她给教坏的 我这个做母亲的 做得不是很好 没教会儿子 什么叫做珍惜 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 你和阿海 常青和莉莉 你们两对 同时间认识 你看她们小两口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要不是我 在你们两个中间捣乱 你们两个现在 也是多么幸福恩爱的 小夫妻啊 阿姨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让我们忘了吧 我悉悉地想了想 我这辈子对不起的 就两个人 一个是我的儿子阿海 还有一个就是你 静怜 我真的后悔 他对你有没有什么补偿 我呀 是要遭报应的 阿姨 别胡说 什么补偿报应的 没那回事 今天是来吃饭的 多吃点 来 秦玲啊 这么说你不恨我了 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 我就知道 阿姨 你是最善良的 秦玲 谢谢你 吃饭 来 咱们吃 丁海 我真的帮不了你 要不你去求救段雪晴吧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心血 才得到的一切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心血 居然成了段夜华和居士平打仗的炮灰 我不甘心 巨家妇女一起给我下套害我 清灵她也害我 我不会放过你们 阿海 阿海 你们两个怎么 雪晴都知道了 她 她说 她不怪我 你在打什么主意 阿海 你怎么说话呢 雪晴她可是好心陪我来找你 她是好心 我看她是来落井下石的吧 段雪晴 我不会让你们开好戏的 您等着瞧 阿海 阿海 我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 妈想跟你吃个饭 你说什么 阿海 你想拿我妈来威胁我 阿海 你不准这样吼雪晴 我找你是想跟你吃顿饭 妈 你被她收买了吧 你忘了她以前怎么对你了吗 你因为她差点进坐牢 阿海 那是我们母子有错在先 算了 我们三个一起吃顿饭 妈请客 我们一起向雪晴道个歉 冰释前嫌 然后重归于好好不好 冰释前嫌 妈 这个节骨眼上别再跟我交情了 要不要回去 等我事情办好了回去看你 阿海 阿海 没事吧 丁海 丁海 别叫她 丁海 雪晴 别叫她 雪晴 丁海 仁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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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你就跟他一会儿了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到现在还没意识到你的错误吗 我知道 你们不是来笑话我 就是来落井下石的 可我不想奉陪 华太国记 已经正式对你提出起诉了 终于动手了 去自首吧 争取昆大处理 自首 段天郎 我现在是摔到谷底了 可你们不能瞧不起人 连查我的力气都想什么 丁海 我们真的是为了你好 你们 你们俩果然抱团一起对付我了 段天朗木清零我告诉你们 我不怕你们 我谁都不怕 去自首 别再执迷不误了 我会让陈律师帮你正确 别加信心了 你如果要帮我就撤诉 我